所以增加按钮叫姓名查询 再来说,邮递区号这边也可以查询 所以增加按钮叫邮递区号查询 城市可不可以查询,可以 所以这边就可以做好多按钮出来 不一样的查询需求,就可以有不一样的按钮 很多同学,尽量不要太复杂 比如说一个按钮,一个画面按下去 哇,什么都可以查 其实什么都可以查,就很容易出错误了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是叫什么? 就是Google 那你会发现Google,它的首页是什么? Google的首页 Google的首页非常简单 Google的首页是怎样?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个条件就不会错 对不对?那如果你给它很多条件 你会发现使用者不喜欢用 越简单越好 所以像Apple的东西,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好? 因为它非常简单,很好使用 就是小朋友一拿上,你会发现小朋友完全不用学习,就会用 那当然女性朋友也是一样 再来它很漂亮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的以后的东西设计出来就是要简单 不要复杂 尽量不要思考 因为我发现现在人越来越懒 已经被一些资讯给宠坏了 尽量什么东西,尽量不要思考 拿来就可以用就好了 所以我们上课也是这样 尽量我会想说,有些东西太复杂了 尽量跳舞,但是又不能不讲 又能看到结果 这其实是有点两难 那我们再来做一些其他练习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什么? 针对姓名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姓名做查询 比如说打上某一个人的姓名 关键字,自动也是帮我产生一个工作表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我想各位也思考一下 那我简单把这地方 第一个也是一样,复制一个按钮 把它贴上,大小会是一样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边把它改为姓名查询 接下来的话 再改一下这个程式 其实就可以了 那至于要改哪一些 按下这个姓名查询之后的话 那我会对应到一个VBA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关键查询部分 请各位也是一样 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做一个修改 把油标移开 然后把这地方改一下 姓名查询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只要修改 这个几个地方 就可以把这个 上面名称改一下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名称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子具里面 这个里面也是一样 那请查询姓名 查询 请输入姓名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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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